他和YouTuber展榮展瑞長得超像 展榮甚至在臉書中 重現劇中經典的嘴斯機票的場景 Super Junior隊長的力特 壯臉台灣棒棒糖的小玉 當時就被現場的藝人開玩笑說 天啊你不是力特嗎 你怎麼換團了 今天呢 想要來和大家推一波的就是 十二組台韓藝人壯臉的組合啦 我跟你講有些真的超級像 你看到會嚇到那種 第一個 金多美壯臉淘金銀 有在看梨泰院Cast的 肯定都知道他 劇中他裡面有一個斷層金髮 當時也造成了一股潮流 結果居然有網友發現 淘金銀淘姐在1997年出版的 電子情人也做過類似的造型 真的是超級的前衛 欸我真的覺得網友們 你們不去當FBI 實在是太可惜了 那那麼久的東西 你們怎麼都可以找得到 然後真的一比對下來 神韻其實真的蠻像的 我那時候看到有嚇一跳 我只能說淘子姐真的是超級前衛 第二個 朴旭俊撞臉施博語 主演離台灣Class的朴旭俊 人氣再次飆升 因為劇裡面而剪的栗子頭 也造成了一波旋風 俊俏的臉蛋啊 完全是駕馭各種髮型 不過有趣的是 又被網友們指出 咦 怎麼那麼神式台劇 想見你爆紅的施博語 欸我剛仔細看了一下 他們真的有超多照片 你如果不說 其實有些角度真的很像 兄弟耶 第三個 羅美蘭撞臉林俊傑 羅美蘭在電影《政客城史》中 裡面一頭俐落的短髮 霸氣的樣子啊 加上笑起來會有一點咪咪眼的他 也被強大的網友們說 怎麼和我們金曲歌王林俊傑 那麼像根本就是 女版林俊傑吧 欸我從來沒想過 他們看起來會這麼像 欸我 我每次都會很好奇 就是兩個很像的人 如果在同一個場合出現 第四個 安普賢撞臉綠茶 在離台院Class裡面 飾演反派張根源的安普賢 其實私底下是一個 超級嫩男的個性喔 超有反常盟 只說像台灣的演員綠茶 欸我記得綠茶也是 呃 台韓混血 他們雖然氣質不太好 但其實是因為那個造型 某些角度讓他們兩個 看起來有點神似 開心就好 還在意 第五個 金正賢撞臉 展榮展睿 在韓劇愛的迫降中 飾演巨勝劇的金正炫 因為在劇中刻苦的愛戀 讓觀眾完全掉入劇情裡面 也因此有網友指出 他和YouTuber 展榮展睿長得超像 展榮甚至在臉書中 重現劇中經典的 嘴斯機票的場景 真的仔細看一下 他那個神還原 超級像你 一度是完全奔不出來 誰是誰 第六個 金永敏壯臉 李國藝 同時愛的迫降 演員金永敏 雖然已經是熟男的年紀 但他的保養非常有成 完全看不出來 有什麼歲月的痕跡 也有不少的網友說 天啊 他某些角度也和 我們的台灣演員 李國藝也太相像了吧 他真的很像 熟男版的李國藝 很帥 因為他五官也是很精緻那種 然後有一些 小小的熟男的紋路 看起來的魅力值 真的是蠻高的 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 第七個 Jessica大多以甜美氣質的造型出現 標準的 別瀏海長指法 這個造型呢 也被網友說 怎麼會撞臉猴配成 兩個人都擁有水汪汪大眼睛 和陽光的美麗笑容 笑起來真的是 感覺什麼都融化了耶 我真的之前 在還沒有看到這個對比的時候 我其實就覺得他們兩個超像 真的是完全是 連臉型 然後膚色髮型 基本上幾乎是神還原的 第八個 金載元撞臉 張棟良 韓國微笑殺手之稱的金載元 在韓劇 你能聽到我的心嗎 圈粉許多少女心 而他撞臉的就是歌手張棟良 兩人都是以暖男士人 招牌笑容 真的是非常的相像 我自己私心覺得最像 他們超像雙胞胎組合 就你們知道 這個世界上都會有 別的國家的某一個人 跟你長得很相像 我覺得他們就是那兩個人 第九個 利特撞臉小玉 Super Junior隊長的利特 童言的臉常常成為話題 之前就有網友說出 他撞臉台灣棒棒糖的小玉 先前Lalipop曾在2011年出席韓國節目 Star King 當時就被現場的藝人開玩笑說 天啊你不是利特嗎 你怎麼換團了 我覺得他們最像的是鼻子跟眼睛的部分 通常帥哥都是那種鼻子很高 然後這邊很近的地方 你們仔細看他那個神韻 真的是很像 第十個 主演韓劇天氣好的話 我會去找你的徐康俊 在劇中害羞直男的形象 真的融化許多人的心 而他撞臉的演員呢 就是我們台灣的劉以豪 他們的酒窩真的是超像 而且劉以豪他們這種類型 就是現在女生們超愛那種陽光系歐巴 就是笑起來哇什麼都好的那種 第十一個 普正涵 撞臉包偉銘 這個算是代表級的撞臉 就是他們兩個人的照片放在一起 眼睛鼻子嘴巴什麼都超級像 我要說我覺得 有超多這世界上想像的人應該 都在韓國吧 第十二個 夫盛寬撞臉王恩甫 唱歌跳舞都很在行的夫盛寬 與經典組合556的王恩甫撞臉 他們雖然彼此年紀有點落差 而且王恩甫已經是為人父 但他們相識度實在是太高了